大家好 下面我继续和大家聊 詹姆斯先生和伊夫琳女士合著的对梦的阐释 下面我要聊的具体内容是梦的解析 梦是一种深刻的体验方式 它的这一特性使我们迫切想了解梦的本质和意义 有时候人们会觉得某个梦特别别人 即使没有醒来 他们也会觉得这个梦具有某种重要的征兆 但却无法解析梦的含义 而这种挫败感会让我们忽略这些梦 并认为它们毫无意义 在古代就有人认为梦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现象 罗伯特·麦克卡莱和J·艾伦·霍布森 于1977年从纯心理学的角度对梦进行了研究 移除梦的激活合成模式理论 也是为了驳斥梦具有含义这一观点 虽然这种梦的分析理论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却无法令大家满意 纵观人类历史和世界变化 梦至少是部分梦 具有含义的观点还是占据主导地位 在现代心理学和心理飞机学乏理论之前 人们觉得梦是某种征兆 而在某些民族 有些人被认为具有解梦的天赋 古代最常见的解梦工具就是解梦宝典 里面对于各种各样的梦有详尽的解释 在古代的解梦宝典中 有时候梦和所预测的事之间的联系非常牵强 比如当人梦见自己坐在屋顶 这种梦可能被解释为做梦者在近期不易出远门 而在当代的解梦宝典中 梦的象征意义和解释之间的联系 则比较有理有据 虽然这种联系并非由西格蒙德佛洛伊德提出来的 但是佛洛伊德和佛洛伊德学派的支持者却认为 梦在理解做梦者的心理方面 特别是在揭示做梦者的心理问题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 佛洛伊德认为 梦的目的是让人满足那些不被社会接受的本能欲望 但是当这种本能欲望赤裸裸地出现在梦中的时候 我们并不会被这种强烈的情感唤醒 因为这是因为梦的真实含义被隐藏了 因此佛洛伊德解梦理论的目的 是发现梦的隐藏含义 而荣格的观点并不那么激进 他认为 无意识自我是低层次的本能和高层次的精神冲动的集合体 梦的目的不是隐藏 而是同意识进行交流 换言之具有理解力的无意识能够指导或帮助意识自我 但是无意识语言是间接和具有象征意义的需要解析 荣格的解析里认为 解梦的目的是帮助患者正确理解来源于无意识心理的信息 其他一些从佛洛伊德或荣格学派衍生出来的深度心理学观点 也认为梦的信息来源于无意识心理 这种无意识心理能够改变人的心理状态 无论哪种学派 他们都认为梦是一种模糊的交流方式 需要解析才能了解其真正的含义 这种基本的解梦方法在格斯塔治疗方法中表现得最为明解 在实验中患者会将梦中出现的元素表现出来 并以这种方式解梦 格斯塔治疗的另一个解梦方式 是让做梦者在不同的梦的元素之间建立一种对话 然后分析这些对话中出现的含义 在这里所提到的格斯塔治疗指的是 格斯塔治疗中的幻象式自我对话实验 但是也有一些深度系列学家 对弗洛伊德和融合的解梦过程提出了质疑 其中以詹姆斯·希尔曼的观点最具有说服力 他质疑道 我们为什么总是将梦的意乡分解组合 使其在现实生活中变得有意义 这样做无疑是在强迫清醒意识进入梦的意识 让梦的意识为清醒意识服务 希尔曼反问道 为什么不能由梦做主 让梦的意识自由转换成清醒意识 希尔曼的观点并没有表面上看上去的那么激进 因为荣德也把梦当成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神话语言和诗歌语言 而希尔曼正是在本质上对这种观点进行解释 他认为现代社会对人类心灵的影响力不如以前 相反他认为梦中的意象能改变清醒状态下的意识 好 这次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谢谢您的观看 再见